其實沒有那麼多紙箱了 後面都是換卷 我把它披上去的 原本雙11之前大概只有這邊 這邊這些紙箱而已 那雙11那時候又開始買東西 沒有開始買東西 雙11以後不曉得為什麼 這些紙箱就變多了 都到後來呢 紙箱都懶得拆了 因為一個禮拜的那個吧 如果萬一一個禮拜要退貨的話 就不要拆紙箱 有些東西 像椅子啊 椅子做的沒退 椅子他掉一顆零件下來 最後我去問廠商怎麼抓回去 所以就不退了 螢幕啊搞定了 螢幕應該可以拆掉了 對 好吧那就不說實的直接錄影了 要戴著手套 因為這紙箱很乾 到時候手指旁邊都會乾掉 哇這 這手套怎麼這麼髒 有點懶得整理呢 我在去拿膠袋 先找一個大紙箱 把其他紙箱塞進去 開窗戶 開窗戶 我們先拿電視的這張底齁 現在可以做到 可是這個他好像 好扳嗎 要讓那個 回收的人的比較好扳一點 找大箱子當底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難開啊 對嘛 用這個當 太假 這一個是椅子的 保麗龍要另外丟一盒 對 要把空間弄好的話 好 好吧 這個當底 然後把地紙全部撕掉 有這個當的色帶 不能回收的當 用的色帶 開得到啊 好 那保麗龍怎麼辦 先把這個 反正 保麗龍 這個 幫忙收垃圾會封掉 一箱一箱來 小米電視音箱 小米電視音箱 你喜歡買的 是啊 好 小的 小的喔 兩個 那個要開箱還是直接拆的 洗 那直接拆了 洗完粉跟那個而已 跟一條音響線 那一匹胸又來了 不是我愛買東西喔 像鏡頭看起來是歪歪的 好 好 接續 哇 哇 只到貨三天而已 這個 箱子就丟了吧 那小虎幹嘛 我都放紙箱喔 我都有點感興趣 可是我要丟掉了耶 你要紙箱做什麼 你看有沒有很小的 我應該都一起丟一丟了 喔 無線AP分享器 吸收 MOMO 買什麼MOMO 不是我買的 我發覺這也是大工程 要浪費太久時間了 這種影片要剪 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每天晚上六點 都會出新的影片喔 那我下次見 掰掰 按蛋清醒 喔 喔 MING